都得交给命运主做 不要考虑说 我有俩钱我想想多大多大 我想想多多热额 这个东西不是以数量取胜 人力的管理 还有一个你对整个行业的认知 还有一个抗培这个能力 你才能去管理好干好 你才能决定干这干你不干 我还是奉励大家 没有那个抗打压能力 尽量不要去走入这个养殖行业 或者农业任何一个行业 今天晚上如果我时间允许8点 我开始直播 咱们就大伙在家 没事想养额这个话题聊一聊 今晚直播间见 深度分析养额那些事 我们相约在农业 大家好 我是养殖人 额娘娘 今天给大家分析的是 这个棚舍的建设和预出期间是应该这个棚需要注意几点 我给大家现在分析一下了 看一眼啊 我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咱们建棚舍包括这两天问我的和你建完棚以后想要进出的那个朋友啊 那位朋友是山西的啊 你听好这个棚舍你的上边的塑料布你可以压死你周不开就周不开了 因为咱这天气也是有限的 你把那个上面压好下边最好再来一条接地的一个一个这个咱们我们这边叫塑料布 你们那边是叫什么我我不知道啊就这个塑料布让它一米五以上的宽度 那这个地面这个地面是不要通风的高上面的通风口看了吗这样的通风这样的预除方式你这样就是好比咱们在你那个是预除床吗好比咱们人也是你在那个床上趴着底下都哇哇往上跑风你想想你着不着凉肚疼不疼你感冒不感冒就是这个原理希望你们在建棚的时候把这个需要改造下没有多少钱啊 建议改成我这样事的底下要是有个塑料布如果额大了以后我们把这塑料布夸一撤对不对往上一周额就来回出镜都可以了要是没有床的情况有床的情况下那你好就必须在上面通风啊一定想好了上边通风这样是对你的额的以后的健康程度也是比较好的啊还有一点就是热你的这个上边这个棚布你一定现在看好你白天阳光最足的时候你屋里屋舍是多少温度如果温度高必须高 棉被或者棉温一定要把棉温放在外边如果放在里边容易都烤着了因为塑料布它是闷热的它是吸热的对不对所以说你们要一定看好注意这几点啊我们将每天用小小短一点的视频分析咱们每天的养额的这些坑养额这个细节啊呃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我希望用我的视频能让你少走弯路呃少掉坑少花钱多赚钱 深度了解养殖那些事我们乡学在农业大家好我是鹅娘娘呃我又开始预除了啊大家说几点重要的行情第一不要相信某一个药品第二不要相信某一个偏方第三不要相信某一个人剩下其余我们要多沟通多多咨询而且现在这些新老养之后这么多 咱们互相沟通互相解决不走弯路因为我们都是从实践中走过来的而且每天都在跟鹅打交道而不是简简单单我去卖你点药卖你点料卖你点鹅出咱们我什么都不卖啊这是最后一点再有一点就是啥呢 你不管你养多少万只多少只一定跟你的技术力量成为匹配不要去盲目的什么都没有我近一万只两万三万只高了俩人就能养 现在这个行情这么低迷而且所有的养殖户如果全家料一直在喂绝对是赔钱这个价格生活率现在再不高而且现在的鹅有病的毛病非常多就是一查接一查总是有问题所以说不要相信啊三个不要相信记住了啊我要有时间还是会给大家去做直播去做指导的啊看到我这些视频就每天为什么明天开始我就喂的什么药喂的什么东西还是会以视频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一人一马我走江湖 每天到这个点都把鹅捡进棚里让他回屋多吃点神要么有的人说鹅吃神吃的比较少吃神那个吃不吃不多他下单下的变 特殊情况特殊事啊你看看谁家鹅下过冰蛋给你看看我家鹅下水蛋奇闻坏事 奇闻坏事冰蛋 冰糖 鹅蛋 这个是冻 冻没有冻鱼不是我还有冻蛋啊 大鹅下冻蛋 还在咨询我2024鹅能不能养可不可以养啊 我今天实地考察一下岸山市台湾县的红润鹅叶啊 私人家老板这个鹅打了疫苗到底是几种啊都打的是什么 所以说让养殖库也放心咱们养鹅成果率也会高啊 听老板来细说药里边喊的是啥啊 我们这个疫苗吧第一针是有小儿稳 痛风 独山虎 还有限定虎 这几样加一起来我们加了1.2 因为大量小的害怕不管用 所以说我们疫苗 我们普及有成本 我们只记 只看效率 然后把它能让养殖库放进 成果率高 这是我们的本本 大不大 大年初五遇上情人节 当财神遇上爱神 愿我有钱花 有人爱 财予与爱情状的满怀 日子一下风生水起 一路生花 大伙儿帮我看看啊 我家的公哥到底有没有干活的一天天的啊 起一个小棉花籽放在小蛋壳里 在这里 这有馒头片啥给它嘎一呼 然没有 咱有蒸蛋器 给蒸蛋器 蒸去喽 最后提醒一次提醒一次啊 赶紧点啊 从明年后天开始 为应急药 所有大哥开始为应急的产品了啊 风天三十胖 应粉丝宝宝们的要求啊 给大伙儿录一段 咱家鹅吃的是啥啊 有的人说你说没有用对不对 你用事实说话 这是咱整个的打料的库房啊 看到吗 这时候这是打料的机器啊 给大伙儿看一下子啊 咱家的玉米啊 玉米豆克 这是扛啊 饱肝护肝的那个中药成分的水飞剂啊 大伙儿也看一下了 这是水飞剂 看了吗 一个5%的预混料 大伙儿也可以看一下啊 看一下是这样事的啊 这样事的 也是大厂家的啊 再次提醒大家啊 能出来的赶紧出来啊 现在阴雨连天 你看我这 刚下完雨彩虹都出了 看我这鹅厂的彩虹 呃 小鹅呢 一定预防那个超市天气引起的痛恨和姜蒙盐啊 姜蒙盐如果用药不好 一定要打针啊 打那万能针万能针 呃 这要提醒一下啊 希望大家能引以为戒哦 现在天天下雨哦 我鹅厂的一脚 别忘了太多仰望天空 天空有彩虹 晚风拂过心中 心中的笑容 会有一束阳光 落在你手中 小九 我说的一万亩 不是说一万亩地 我说的是一万只小母鹅啊 母本啊 一万只母本 呃 不会加的啊 为什么 因为南北差异比较大 而且一个人养额一个人的方法 呃 好多问题 你可以看我的视频 因为我好多问题 在视频里都会讲解 而且也会通通过视频的方式传达会 更多的正能量的养殖的方式方法 用不用是你的事儿 我自己在用 还有一个用完以后好与坏 不要说啊 谁谁谁整的啊 我听谁谁谁的了 这个也得根据自己的鹅的状态 去看啊 看看我的小鹅状态 这个也得根据自己的鸡 也得根据自己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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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约在农业 我是养个人 我娘娘 这是我家的小八 也是预备的种鹅 呃 我们在现在装的微炒 吃炒 在草场里放 所以说得 有些人现在问我 什么是万整整 万整整打好不好用 我不知道 我只能说我在用 我用 好不好是看你的鹅 你的鹅是不是这病 是不是用 可以用这个东西 我现在就是重复一下 视察啊 希望你们知道这个的时候 看看这批的 粉丝长不长 点赞率上不上 如果不上 下回好多精彩的东西 我就不会再发了啊 第一是用那啥 头包 烧黄莲 阿米卡松 阿米卡星 第三米松 巴比托 第八百六百 我一直信任 纠缠孤凡人也发 松心淡月月美与 钻尖不一切没凭 人生如你 我一直信任 我一直信任 到我家是整六天了 这六天 我喂的是什么 从第一天开始 我说开火药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用的开火药 这次用的是啥呢 诺莎形 阿末麒麟 还有个四米糖 我认为效果 在这样炎热的夏天不好预处的时候 效果还是可以 但不是特别的理想 所以说 我从今天下午又开始预防一下 小鹅的感冒药 用点是小柴虎和那个 板青类似的这样的药啊 大家一定看好了 因为现在浴厨是很难遇的啊 冷透温好 热透温好 都是很不好控制这个温度 目前我的小鹅特别稳定 也特别好 明天开始做小鹅温的第二针 小鹅后腿登上了 咯啪啪的 一个不难一个 这是我家小九啊 一万亩 看一下的啊 我喊一下你们听着看 一二一二一 今天说几个重点啊 怎么去控料 打小鹅打预防针怎么去打啊 我家小七今天是 呃第七天七早我们打的那个防御针 防御针用的是什么样的针呢 是用的是呃人用的 立巴尾林和头包对着小鹅温打的啊 打了一点二 呃 现在这个温度啊 天气不要炎热嘛 就是温度不好控制 一定让你的鹅是干热 而不是潮湿的那种热 进气有点闷热啊 绝对不要这种 所以说你的鹅就会 枪毛枪吃的 湿 脖子湿 破背湿 枪毛枪吃的啊 还有一点就是今天开始 胃料就要有要求了啊 小鹅打个小鹅没用用料就一定有要求了 怎么去用料 就是我们用料一定少上勤上 少上怎么上啊 就是我最说的要点就是说 呃上他吃两小时控三小时 或者吃三时控三小时都可以啊 怎么控呢 早晨我比如说啊 从点开始上一天 早晨我上 两个小时的料 吃完两小时控三个小时 再上两小时的料 控三小时再上两小时 控三小时料 到晚上上完以后 控这三小时到第二天早晨再上啊 就晚上要多控 晚上为什么要多控 因为他晚上主要是排 排他这个尿酸盐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啊 让他这个控料 控料时间我是这么控的啊 希望大家可以参考我的说法 参考一件 养鹅最基本的就是说 用最简单的方法 用最普通的药去养这个鹅啊 不要听听谁推荐啥药 或者什么要说好使好使 因为我又试了一下 开口药不怎么好用啊 没有之前的效果要好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 有自己要求自己的东西 想好把这个才能把这个鹅 鹅养好 不要听谁说推荐什么什么什么好 新出产品都说好 但新出产品都是贵 为什么 割咱们韭菜 收割咱们跨头里钱往银头里掏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想好看好 把自己的鹅怎么去才能养好才能赚钱 包括现在的行情这么低迷 怎么挣钱呢 那就成果率怎么上去 怎么省钱 怎么节约成本才能挣着钱 对吧 我们下期见 什么叫温度 这叫温度 因为它横着爬着 所有小鹅不说话的情况下 它是横着爬着的 正是爬着 这叫正常的温度 看好 我这通铺域的 小青今天第10天了 状态也是非常好 我在这里声明一下 每个人养鹅 100个人养鹅有100个样 100种方法 我说的是 我只代表我个人意见 我自己养鹅什么样的状态 而不是会让你去 我们躺着也中枪 我跟谁谁谁 我养谁鹅什么样 跟谁谁 我喂他鹅 喂他药 没好食怎么样 这个东西是根据你自己家鹅 生长环境 生长的状态 包括你人为的管理状态 谁说啥我就信谁 谁说啥我就听啥 这个也根据你自身的鹅 的状态去用药 去用药的药量都有关系 最好在你当地找一个兽医 因为什么呢 有时候解剖干什么都方便 还好弄对吧 我看到我每条视频都底下的评论 又是怎么口罩不带 又什么疫情过了 这些东西都是你本小姐 本鹅娘娘 养殖没有任何关系 本人就是一个实干干农业的人 一个养鹅人 你在你那儿评论 你感觉有意义吗 有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就不要在我的评论底下 烂捧下评论最后都过了 想知道我养鹅状态 包括养鹅这些知识的人 根本都看不到就平地掉了 对不对 斗爸爸对咱们这样是非常严格的 而且我还不是那种说 露个腰啊 露个背啊 或者是怎么样 以那种诱惑去拍视频 我都是以支持农业角度去拍的视频啊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我的小哥就是我在鹅棚里吧 他就是这状态的离我有一点点远 正常这帮小哥跑来跑去 这是他最嚕子的时候 听了吗 家乡用语啊 如啦 你看你们懂不懂 懂 你就知道小哥啥状态 不懂 私信告诉我啥意思啊 我们相约在农业 我是养鹅人 鹅娘娘 从今天的天气预报来看啊 天气预报来看 那现在这个阴雨又连去开始了 包括现在的忽冷忽热 天气也是忽冷忽热 热的也不行 凉了也不行 所以说呢 这个鹅的状态一定要控制好 千万别让它凉 主要是别热着 凉一点都没啥太大问题 一热的容易中暑 所以说呢一定要管理好 预防好 现在的姜妹岩和中暑情况啊 一定预防好啊 看看我这鹅 现在刚上完料 正在吃着啊 吃嘎嘎香 我们相约在农业 我是养鹅人 鹅娘娘 从今天的天气预报来看啊 天气预报来看 那现在这个阴雨又连去开始了 包括现在的忽冷忽热 天气也是忽冷忽热 热的也不行 凉了也不行 所以说呢 这个鹅的状态一定要控制好 千万别让它凉 主要是别热着 凉一点都没啥太大问题 一热的容易中暑 所以说呢 一定要管理好 预防好 现在的姜妹岩和中暑情况啊 一定预防好啊 看看我这鹅 现在刚上完料 正在吃着啊 吃嘎嘎香 说一下啊 所有人都让我去分析一下行情 看看啊 草场里往回赶额了啊 比较壮观 但是我说一下啊 行情是不可控的 就是市场行情是没有人可控 之前我就说你们养额 好好养 没问题 你现在额价上了 你没额 行情好像也没额 行情不好钱你有额 你要是按照正常行情来讲 你一直养 就是我也不断每批都有的话 你想行情这么好的话 你能没额吗 对吧 你不也是挣着钱了 有赔就挣 这玩意 不要考虑你说 哎行情看着谁算机得准 没有人能算准了 谁能算准他不养额呢 说行情的人自己从来不养额 你记住这句话 养额人从来不关心行情 真正关心行情的人很少 如果是你要关心行情 就是我想养额 我想关心行情 那不好意思 你肯定赚不着钱 好的行情你赚不着钱 好小哥 虽然说下雨 但是离场地近也不害怕 因为只要一喊他就都回去了 现在正好有水 他还爱吃呢 是吧 都过来了 插插的 后边大部队马上就过来了 还有啊 现在也有好多养殖户跟我 就是探讨 也是一种说辞吧 就是你看啊 鹅是涨价了 你没发现吗 料也涨价了 饲料涨价了 饲料涨价了 鹅苗也涨价了 最后坑的还是养殖户 但是我说啥呢 只要你把鹅管理好养好 就是别让别无缘故的让别人割韭菜 还有一个原因 你成活率你把握上去 而且你要坚持住 不要让说的谁谁割谁韭菜 谁都可以割谁韭菜 发肠有时候 不也搁一发肠的韭菜吗 发肠有的时候 你不也是额价高 你不也得去宰吗 杀吗 你不可能就是说 也不宰不杀了 对不对 这个晚上行情 谁也控制不了 包括整个市场的循环 谁也控制不了 只是你得杀戏心里 看你干啥 干还是不干 一二三 狗 心心迷你寻不到 活着的证据 图室的波犹路太阴 踩不出足迹 希望所有的人都快乐 今夜我还在紧紧的唱着 不用为什么 请别在乎我 至少我不会让自己难过 希望所有的人都快乐 今夜我还在紧紧的唱着 不用为什么 请别在乎我 今后我一定会好好的活 我要快乐 该起床了啊 宝珍们 你们学家帮我指点一下 我这个简易的采钢房 怎么能让我有衣柜 怎么能有一个温馨家的状态 给我设计一套 帮我装装修 而且还 你们谁有不用的 简易的棍 可以送我这里来哦 还有就是 谁能告诉我 在东北 简易房的采钢瓦 用什么样的取暖 能过冬 多多指点 多多提前评论区里见 自嗨模式开始啊 放鹅 就是好多人现在鹅架涨上了 又开始说我得养鹅呀 我得进苗啊 我得 现在鹅苗也是供不应求了 但是你想想鹅苗在长 料也在长 现在虽然说鹅跨入十元时代 但是我也是建议啊 因为它有一定的周期性 所以说呢 三思而后行 养鹅能吃 您都古话讲 就是 家趁万斗粮 不养长不而进 自己一定要 选好项目啊 看好 再养 还是不养 怎么养 看看我这个大鹅 有时候给你看一下 上好了 但是它不怎么爱吃 因为早晨咱们空调嘛 说五小时这不能吃料 打完针以后 上完料也不爱吃 你看它就老是在那趴着 但是一定要控制好 保证几下几点啊 记好了 第一不能让它气蹲 保证温度的上升 刚开始一定在打针之前 放风让它凉一点 因为来回跑来回跑 会出发热嘛 一年因为太大了嘛 降温完事 打针过到一半以后 马上这边就开始升温 升到让它在平枯在这个铺上 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额体感 额的最佳的舒服的状态 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你的打针会忽冷忽热 它会有应急 晚上后半夜争取 再放点抗病毒的 管感冒的药 再上一遍 给它上三天 这样就防止后期的感冒了 或者是别的其他的原因引起的吧 就包括这个冷热引起的这些感冒 都可以预防一下啊 还有这些带节奏的啊 你们不要带节奏 我不比那些 你们老举报我干啥呀 你就天天举报我有啥意义吗 我不比坦兄弄位的好多了吗 我是讲一下 因为我们回家创业的这种坚信 包括我养个的过程 讲讲我的生活态度 我不比那些天天跳个舞了 扭个屁股了 露个腰了 不强多了吗 我只是讲了一些有用 对农业对农业发展 包括乡村里边 你想养殖 想干这个事业的人 一个提醒 一个帮助 而且我这个都是义务的 但是你们说这些东西 老是给我带节奏 明天我会给你们发 我的小额 今天这不是这边做的那个 这不是就算老三吗 那边还有老四 明天给你们发发老四的状态 让你看看 然后我再发点种额 让你看看 我是一个厂子 不是我说的 我到这拍点视频就走了 到那拍点视频就走了 我也不是兽医 我也不是料厂 我只是一个合作社 是养种植合作社 你可以查一下我 都会查 我到底是干啥的 不要带这些 这个节奏 那个节奏 还举报我 有意思吗 我说的这些 包括给以后的 年轻的人想返乡创业 打个标杆 我们一定要热爱农村 不要让农村成为空村 老年村 这是我最大的宗旨 所以我在这边 我建了两个厂子 一共12栋大棚 每栋大棚有300米长的 有120米长的 有70米长的 一共是12栋 所以说你们不要给我带这些 这个节奏 那个节奏 任何人想来我厂区学习和 看额 包括想要干的 不要你养个三只 五只 十只八只 三百五百 你也来找 我们没有那时间去给你 因为你几百只额 去服务这些东西 我们服务于 真正想干事的 干大事的 把农村发展好 要农村的 年轻人回村 有工作 这是我的宗旨 也感谢大伙的关注 谢谢你们 这个额是我家的老四 大伙小 跟我要流程的 要养额的流程 我今天在视频最后方 又手写的一个小草稿枕 给你们放到最后方 最后方 记住了 不要再私信问我了 我给你们做一个流程了 做了已经 做到最后方 还有所有人说我 准备要收费 你记住 我暂时 包括以后 在养额方面 我绝对包括 我的养额技术和知识 绝对是免费 不会让你 不会收费的 不会收费了 以后也不会收费 需要的帮助的 我会随时都告诉你们 因为你们有的东西 要根据当地的小额的状态 根据当地的气候 根据当地 屠材场需要的品种 不要瞎养 不要说你养我的品种 或者是说我给你品种 你也养不了 根据自身 自己的条件 根据自己当地的条件 去养这个鹅 绝对不能瞎养 因为这个鹅 你就记住 你开奔驰宝马进来的 有可能骑电路三轮出不去 进这行业就是这样 因为鹅是小众产品 不像鸡和猪 它能上规模化 目前鹅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没有一个明确的东西 所以说展示标准化是很难的 展示也做不到 我一会儿再去给你们拍拍 我家的父母 我的种鹅 再拍拍我家的第二批大鹅 让你们看一下 不是每个人 都是在屏幕前想割韭菜 我不是 我只能说说 只要一套乡下人 包括农村人能有工作 能让农村不空村 就这一个信仰 一个东西 马上给大伙去看 种鹅 父母级别的 种鹅看吗 都下蛋了 看了吗 现在是满场地 能剪小金蛋 这个是纯纯店三花种鹅 有祥养种鹅店 也可以执行我 祥养肉食鹅店 也可以执行我 虽然说我不懂很多技术 或者很多东西 但是我用实践会告诉你 我走过来是怎么过来的 养养的种鹅怎么养的肉食鹅 我用我的实践来帮助大家 帮助各位 帮助想回家养鹅的朋友们 而且想重新创业 重新起来的朋友们 因为这三年疫情有很多人 因为好多行业的关闭和倒闭 都想养鱼业 但是我劝你养殖业也不是那么好干的 就像咱们说的 你吃饭你还有